第二期题,某大理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,且除了碳酸钙之外,其余成分不以酸作用,将此大理石以主量研酸作用,其反应方程式为CACO3加2HCl生成CACO2加H2O加CO2,若完全反应后产生22克的CO2,则此大理石所含的碳酸钙成分有多少功克? 原子量钙等于40,碳等于12,氧等于16,我们看到这里的CO2,碳的原子量是12,氧原子量16有两个,加起来它的原子量44,当我们产生了22克的我们的二氧化碳除以44,表示我们有0.5mol,所以这里会生成0.5mol的二氧化碳,那么我们这里碳酸钙是1mol的时候会产生1mol的二氧化碳,所以这里有0.5mol的二氧化碳,所以表示我们碳酸钙, 碳酸钙也是0.5mol,那么mol要把它换成质量呢,就是要去乘以原子量或分质量,因为mol就等于质量去除以原子量或分质量,那我们的碳酸钙,CACO3,那么钙的原子量是40,碳是12,氧是16,有三个氧,所以加起来变成了52加上48,也就是100,所以呢这里的mol数呢是0.5mol,那么分质量呢是100,那么几公克呢? 算出来就是50公克,所以我们的含有的碳酸钙有50公克,所以第二期题问我们说, 折瓷大理石所含的碳酸钙成分有多少公克?我们答案选的是C,50。